哈囉大家好我是超虛的狗王 相信很多觀眾朋友看我 吃白色戀人套餐 已經好幾集了 都會問我說有沒有其他的食物啊 你會不會有其他變化啊 所以我今天 就要來做做看白色戀人套餐以外的 雞肉 食物 今天不需要吃這個 今天呢 主要要做的是雞胸絞肉排 首先要準備的是雞胸肉 一片 大概兩三百克 青菜也隨便 然後挑選的是洋蔥 還有調味粉 也是酥雞胡椒粉 調味粉隨便調一個 第一步驟呢我們就要把 這個雞胸肉 弄成絞肉 這個不是我去全聯買的喔 絕對不是 然後就把它裝到那個勾子裡 這個環底 這個環底 然後 好 我們要把洋蔥 切出來 這個洋蔥長好炒 好 不然 我們就開始 切洋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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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我們要切成地了 這個 我們就把它 切到裡面 然後我們要加上 鹽酥雞粉 我們開始攪拌 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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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 炒飯之後呢 還有加一顆蛋 從馬蛋 炒 大概攪個一兩分鐘之後 它就 均勻了 我們就把它 可以先放置 在冷藏 一段時間 再拿出來煎 放在冷藏之後 它比較沒有那麼 那麼軟 它會可能就 比較結塊 這樣你比較好弄成那個 肉球 不會就這樣呼呼的呼 好 好 我們接下來要準備的是 剛剛弄好的 這個 肉泥 還有油 我們等一下會 還是會需要一點點的油 還有 挑戰成功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油 均勻 放到差不多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 雞胸肉泥 放成一塊一塊的 好 哎唷乾 放不出來 放進去 一球一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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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放 放進去 衝 一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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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 都很難 一球 一球都比 一球 也要 很難 很好 就 走 就翻面了 好像很厲害 這不是剛切的雞肉嗎 就能放在這裡 這看起來好像那個什麼 這個像什麼 那個 像 像雞胸肉 然後呢 我們要去認它 有沒有熟 所以 接到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拿這個塊去插 插進去 插出來 如果 裡面 沒有什麼肉的話 黏在這個 塊子上 就代表說它差不多熟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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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現在 就來試吃 我這個雞胸肉排到底是怎樣 吃起來 吃起來感覺 跟我 一樣吃過的不太一樣 嗯 印象中 我女朋友幫我弄的時候是 哇 真的很好吃 但我這個弄的好像賽一樣 比雞胸肉 水煮雞胸肉 還要再 多一點點水分 然後 有一點那個 煎 煎出來的那個香味 為什麼我會 那麼愛吃 那個 雞胸肉 也不是因為什麼 它低脂 因為 雞 雞肉 雞蛋 相對於我們來說 是身體 來組 組合 合成蛋白質 合成雞肉 很好 很好的東西 在效率裡面 它是排 第一第二 所以我才會一直吃這些東西 不然的話 我也會一直吃其他的肉 所以我不會單調吃雞胸肉 在半斤上 它是最好的 所以才選擇 雞胸肉 這看起來是沒什麼賣相 你會想吃嗎 哈哈哈哈 怎麼這樣 因為 我坦白說 嗯 社區啊 不管是 車重期 還是減止期 三倍都會抓在 2.5倍 嗯 三倍左右 今天的 嗯 雞胸肉排 我不知道這時候算成功 應該算成功 但是吃起來很失敗吧 呵呵呵 OK 嗯 這是我第一次拍這種事物的影片 對 然後也不知道反應會如何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可以幫我 按讚 訂閱 分享 也可以開小鈴鐺 那我會努力拍 下一集影片的 好 謝謝大家